哈喽大家好,我是布林姐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访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村落 据说凡是经过这个村子的人 全都变成了疯子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跟着小编 啊不,等着布林姐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村庄门口 这个村子的名字原来叫做原石村 好质朴的名字呀 什么原石村 现在叫方块村 这位大叔 这台字上面写的原石村 怎么改名成方块村了呢 你们是从哪来的 我们是市里电视台来采访的 哦,原来是电视台的记者 哎,那我就和你说说吧 原本啊,这个村子叫原石村 可如今改名方块村了 呃,原石改成方块 想必其中肯定有原因吧 嗨,你说这个啊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 这个是啊 就是之前第一任村长 给名字取名叫原石村 然后现在改成方块村了 我们之前一直没发现 等我发现的时候 我就发现已经发现了 哈哈哈哈 观众朋友们 这个村子果然不简单 我们刚才还没踏进村子 就遇到了一位诡异的村民 村子里肯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哈哈 这位小妹妹 你在哭什么呀 需要帮忙吗 我家的牛走丢了 怎么办呀 哈哈 没事,小妹妹 别哭 我们是电视台来采访的 你说一说你走丢牛的特征 我们发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和你一起找 你让我说大牛还是小牛啊 先说大牛吧 大牛是黑色的 那小牛呢 小牛也是黑色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牛走丢的 大牛是早上八点走丢的 那小牛呢 小牛也是早上八点走丢的 小的呗 大牛和小牛不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可以一起说的事情 你非要分两次跟我说呀 因为大牛是我家的呀 那小牛呢 小牛也是我家的 哈哈哈哈 气死我了 你们这个村子里的人 怎么都这么奇怪呀 哈 有可能